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好是不实用癌症最喜欢的食物二 烧烤烧烤相信很多人都爱吃 不仅仅是炎热的夏天吃炖烧烤就着冰镇啤酒 还是寒冷的冬天吃炖烧烤都是十分过瘾的 尤其是现在随着科技的发达 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家制作烧烤吃 不怕烧烤的美味 就怕烧烤的危险 通常情况下 烧烤在烹饪长时间的高温条件下 步行当中就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甚至是致癌物 另外研究上发现直接用云火烤出来的 当温度高达200度的时候 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很容易产生杂环氨和本病皮 一旦长期食用 还会破坏我们机体中DNA 进而又发胃烤 严重的还会增加其他癌症的发生概率 癌症最喜欢的食物 三 腌菜 可谓是冬天你经常能看到的食物 冬天蔬菜的种类少 这时候腌制一些新鲜的蔬菜 吃点热肉的汤面或者是粥 都是很好的下饭菜 吃起来还不会那么的单调 但大家同时也要知道的是 在家自己腌菜的时候 当腌菜刚刚入味的时候 往往也是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时候 而且不可保认的吃腌菜中 还含有大量的盐分 只要过了三周以后 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消失 大家可以安全食用 千万不要大量的吃 盐分可是未来的危险因素 吃腌菜就要相应的减少食用盐的摄入量 作者介绍 彭新锐 国家三级公共领养师 演唱会